大家好,我是Extra 今天我們要分享我的妝容 我的妝容 我今天想要來介紹的是我平常在用的一些保養品 但是其實我的基礎保養 大概三到四個月左右就會換一些小東西 這一個是化妝水 這個化妝水它有一個很淡的玫瑰的香味 當你在噴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是巨星 在噴完這個之後 其實我通常因為敏感系的肌膚 我就會擦一些比較抗敏的產品 它的單價並沒有很貴 再來也是我在法國的藥妝店翻到的一個東西 它擠出來看似很像是乳霜類 可是它擦在皮膚上推開之後 它居然沒有什麼黏膩的感覺 也很值得推薦 再來呢一樣是擦完之後 會覺得自己是巨星的 這一罐我蠻常把它當成日霜在用 我之前保養品上面都會貼一二三四號 就是當你回到家 你就要順著那個順序一二三四擦完 你的保養品就是保養程序就完成了 那這其實是我在法國人生常學的 那隨身攜帶我最常看到的 是這個護唇膏 我發現在法國生活久一點的人 其實是很忙碌的 他們是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可以坐在化妝台前面 好好的畫好自己的妝 所以他們最常帶在身上的東西 也許是眼線筆跟口紅 我們在地鐵上面看到的法國女人 最常只有擦的東西就是護唇膏 然後在地鐵的過程當中 只要門一打開的時候 就是完裝出現 在進辦公室之前 那十五分鐘就好像變真的開始 以上這就是我的基礎保養 希望大家喜歡 大家喜歡加入一塊的 我從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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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問我 你想一點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